老师同学大家好 那我今天要讲的是 易经与塔罗牌是否有致性的方式 诶 为什么不懂 然后这是我的大纲 首先我会先简介一下塔罗牌这个东西 然后会举一些我之前测的实例 然后再做结论 然后最后放的是我的参考资料 那塔罗牌它是一种象征图像的系统 就是在他们被广为利用的时候 他通常被拿来做占卜或者是指牌游戏这样 然后他总共有78张牌 那这78张牌又分为大阿尔克纳跟小阿尔克纳 那大阿尔克纳就是占22张 他是主牌这样 然后小阿尔克纳他有56张 然后这56张又可以分成四种花色 然后花色有数字2到10的牌 再加上一张S的牌 然后还有四张宫廷牌 那阿尔克纳他的意思其实就是隐藏的真理 或者是秘密的知识 那为什么会分成大阿尔克纳跟小阿尔克纳 他其实是在中古欧洲的宗教观跟世界观所影响 所以就是分成圣跟俗 那大阿尔克纳就是圣的部分 他代表的是天界抽象而伟大的观念 那小阿尔克纳就是代表凡人 云云众生 比较具体实际的日常生活处境跟心境 那每一张牌都有正位跟逆位 那塔罗他其实有三个体系这样 有韦特体系、托特体系跟马赛体系 那我们比较常见的其实是韦特体系 那我先讲一下韦特体系 他其实改善原本小阿尔克纳所没有的图像 跟故事这个缺点 所以他其实就是加了比较多丰富的象征 跟比较容易看得懂的图像 那他其实这些图案里面有很多暗示 其中有占星学、数字学跟颜色学 那他其实也有跟神话或者是圣经的故事来做结合 比如说他其实有一张牌是恋人 那他这个牌其实结合了那个亚当跟夏娃的故事 那第二个是托特体系 他是亚利斯特克劳利在所创的那个牌 可是他这个人就是从以前就被称为世界上最邪恶的男人 所以这副牌是以黑魔法师的背景来做的 所以会比较神秘 那也会比较抽象 所以会有许多具有神秘意义的符号 比较适合用来领袖这样 然后第三个是马赛体系 他出现的时间比前面两个都还要早 所以其实他那边比较 比较常作为游戏用的纸牌 所以他这些解释和牌液都会跟 现在的塔罗牌又比较不一样的解释 那这是大阿尔克纳的牌 总共22张 就其实算是主牌吧 然后第8号跟11号他可能会被对换 是因为韦特在设计塔罗的过程中 有参考了占星跟灵树的观念 所以觉得应该要把他们对掉 所以其实有两种不同的版本 那这是一小阿尔克纳 他有权杖牌组 圣背牌组 保健牌组 还有五角星牌组 那每一个牌组 刚刚有说过就是有2到10的数字 然后还有S跟四杖宫廷牌这样 那这是我在我所做的实例里面 取出两个实例 这两个实例都是问感情状况这样 然后第一个是 就是他抽到的牌是 金币五跟太阳还有保健一 分别代表过去现在跟未来 那他过去的解释大概是 他过去的解释是就是 他们其实有遇到困难 但其实他们都没有放弃 就还是一起面对困难这样 那现在的部分 他是抽到太阳是正位 那正位的话 他是代表充满的生命的喜悦 最后是受祝福的爱 所以他们其实现在很稳定 那未来的话是保健一 他是也是在正位 然后他表示就是可以征服困难 然后成功这样 那在补卦的部分 他们是离卦 那离卦就是象征 衣服跟光明 然后他的变咬是在初咬 所以就是 只要保持谨慎就是 不要就是 形式上不要太浮华不识 应该都会有他不错的结果 这样 那第二个实例就是也是我们感情 那抽到的牌 的塔罗牌是 过去是金币一 现在是权杖四 未来是月亮 那金币一的话 他是正位 代表就是幸福洋溢的日子 然后 就是他那时候刚好有女朋友 然后所以就 算过的还不错这样 那现在的话是权杖四 逆牌 就是 刚好处于分手的阶段 所以就是没有结过的恋情 那未来的部分是月亮 是逆牌 那他就是 意思就是先进观其变 然后 情况会逐渐好转 匹吉泰来讲 那他撤到的 嗯 補卦是大有卦 第十四卦 然后他的意思是 嗯 就是这 这个卦翼的话 他是以积极主动的 态势打破 或将举 将自己的聪明表现于外 就是 可以 只要积极主动 就可以得到还不错的结果 那他变咬是在第五 就是 只要诚信的语言相交 其实都可以实现理想这样 那最后是结论的部分 易经跟塔罗都是一种补数 就是都需要人事第十五 来 嗯 来帮助我们将补 那 问题的方面的话 就是要问的越详细越好 才可以 就是才 不然太笼通 将比较能够得到正确的结果 那我觉得易经跟塔罗 其实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 如果就是结果都会指向同一个大方向 可是易经的部分就比较有寓意 就是 意义解释上会比较深远 那塔罗的话 就是只能 比较依照牌上的图案去做想像跟解释 就 没有 没有太多的那个 就是寓意这样 那我报告到这边 谢谢 感情的例子是 是 你参考的还是你用自己的 不是我的 是朋友的 朋友的 对 OK 你帮忙的吗 还是 是 就只是帮忙占卜而已 哦 OK 对 没有参与整个世界 OK 好 是F5 还是 F10 10 OK OK OK